他们是战争的幸存者 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抗战老兵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 103岁的尹清河老人 为大家讲述他的抗战故事 面对父母相继离世 12岁的女孩黄金钊 用坚强和乐观 给爷爷和弟弟 营造一个温暖的家 又到一年开学季 小候鸟们开始陆续返程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晚上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新闻夜行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要闻 昨天下午 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莫建成 在赣州主持召开 支持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工作推进会 8月20号到21号 全省水利建设推进会在九江举行 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莫建成 出席并讲话 好我们继续夜行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可敬的老人 他们是战争的幸存者 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 七十年前 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是他们前夫后继浴血奋战 以血肉之躯 筑起了汉贝祖国的钢铁长城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抗战老兵 七十年后 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 但老兵不能被遗忘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的这位老兵 他亲身经历了八年抗战中 规模最大 战斗最惨烈的那场战役 松户会战 如今居住在江西省五宁县 鲁西镇小园村的尹清河老人 就是那场被称作一寸山河一寸穴的主力会战的亲历者 1937年的八月 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后 25岁的尹清河 随同所在的四十三军二十六师奉命出船 七月就取权 取权来就直接走路到上海 休息一点你就开始到上海大中 等个等的就往半下来休息 第二年休息一会儿 接近上两多 位于上海西郊的大厂 是这次上海宝贝战中的主战场之一 尹清河所在部队 在这里月血奋战七周也 在这七天里 尹清河和战友们没有固定时间吃饭 打夜枪赶紧塞口干粮 就连上厕所也只有挨到晚上 枪声吸收时 在战壕里就地解决 回想起当年 九死一生的一幕幕依然立立在目 我就在街面走回来打 一粒子弹我带个天幕 一粒子弹往过来打过去 后别人打碗了 后别人就趁机堆起来 子弹打远了 大家进行来的里 就吃到杀 吃到杀 给杀了 我就一叫客就又杀得去 不管是牺牲不牺牲 为了国家给杀 我们是尽力量了 尽力量往前 尽力量往前 更惨烈的一幕还在后面 当时参加松户会战的绝大多数中国军员 从来都没有见过飞机和坦克车 他们只能以血肉之躯 对抗着日军暴雨倾盆般的钢铁炸弹 隐心河所在的步兵部队 大多使用穿奏步枪 每人16排子弹 6颗手榴弹 不分白天黑夜的 打了七天 前年上两次火线 我枪打爆了 你自己的枪打爆了 枪刷红了 刷红了爆了就把枪打毁了 你老公呢 就用个东北枪 将你三十块钱过 所以是有那个意用啊 因为手指被炸断 再也握不住枪 隐老从战场上撤下来之后呢 就跟随军医院辗转来到武宁 回首往事 这位已经103岁高龄的老人 依然是充满了激情 好 接着来看下一条 黄金钊是新国县方泰中心小学 六年级三班的学生 五岁的时候母亲去世 十一岁的时候父亲遭遇车祸 不治身亡 今年12岁的他肩负着照顾年幼弟弟多病爷爷的重担 用坚强和乐观给爷爷和弟弟营造一个温暖的家 眼前这位正在辅导第一做作业的女孩就是黄金钊 现在正是暑假 除了自己自觉的复习功课之外 监督弟弟做好作业 也是黄金钊 也是黄金钊每天的必修课 每天监督我回来就让我做作业 那你记得姐姐为什么要这么管你呢 知道 因为我长大了想当警察 弟弟不是老跟我说他想当警察 然后如果没读到书怎么当警察 长大了他 他没有当成警察 然后就反过来就怪我了 怪我小时候没管着他 那你管得住他吗 有时候就管不住吧 他跟我吵嘴 其实黄金钊要操心的事 远不只有弟弟的学习 随着父母的相继去世 姐弟俩跟着年事已高的爷爷相继为命 家中的许多事情都是由小金钊在操持 在他家的墙上 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他每天要做的事情 因为刚开始呢 就是每天都要做很多的事 然后呢 容易忘掉 所以的 就贴张小字条 小金钊的家很小 但东西摆放的整整齐齐 地面也打扫得非常干净 一个上午的相处记者发现 这个12岁的小女孩 不仅做事干脆利索 说起来的话 更是让人觉得和她的年纪太不相沉了 我觉得我是家里的顶娘子 然后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上面有我的爷爷需要我的照顾 然后上面还有我弟弟 他还小 需要我管他 爷爷黄信朵 今年69岁 体受多病 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 就连试弄家门口的几分菜地 也感到吃力 如果爷爷分担一点的话 爷爷就不会那么累了 说起小金钊的董事 黄信朵既欣慰又心酸 采访中邻居们告诉记者 小金钊从来不多谈父母的情况 就连学校的老师 也是在家访之后 才了解到了他家的情况 如果就是说不了解他的话 就是很难看得出 他这种 说家庭有什么变故的 因为他非常的乐观 给我们的感觉 在黄金钊的桌上 记者发现了一本澳大利亚作家 尼克胡哲写的 人生不涉献 黄金钊说 这本书对他的帮助很大 我觉得应该像他一样坚强 他呢 没手也没脚 而且也活得很开心 我呢 就更有利于活得更开心了 家里的墙上 还张贴着他获得各种荣誉 小金钊说 希望自己能被更多的人认可 尤其一家三口 主要依靠政府每个月 1400多块钱的 孤儿补助生活 这些年 小金钊家的事 渐渐被外人所知 有好心人提出 想把姐弟俩 接到外面去生活 不过黄金钊 心中有一份不舍 我爷爷如果一个人在家 其实也不开心 就算是减轻了他的负担 每天都不开心的过 那么还有什么意思 面对孙女心中的不舍 爷爷黄金钊 更是充满了矛盾 现在我也担心他们 要我有一天死掉 他们还没中 他们不知道要吃什么亏了 是吧 我也希望他们早点中 今年暑假期间 来自江西多所高校的 26位大学生 组成6支战队 参加了青春暑假 摆动一下下令营 并在今天举行了总决赛 决赛现场四支战队选手 蓄势待发 有了前期的培训和这些天的知识搜集和储备 四支队伍从一战到底 互联网知识竞赛开始便不分上下 在最后的创意展示环节 选手们用自己对互联网家时代的理解 撰写出一份完整的营销方案 思维活跃的大学生们写出的策划案 也让台下的专业人士刮目相看 这样的一个活动做完之后的话 不仅是我们这一批同学 在互联网的知识上面的话 能得到一个提升 同时的话 对于未来 它跨出校园的话 掌握未来的这样一个 这个就是求职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成为它这个 赢在西宝现在这样的一个 新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吧 最终由来自于南昌工程学院 三名大学生组成的战队 以472.5分的高分 获得了这次夏令营 互联网知识竞赛的第一名 马上就要开学了 小候鸟们也开始陆续的返程 来自省交警总队的消息说 这个时候超原超载的现象 也有所抬头 8月16号傍晚6点多 高速交警发现 一辆由浙江温州 到湖北襄阳排的客车 涉嫌超原 正行驶在九景高速上 为了确保安全 交警没有强制拦截 而是一路尾随 并在九景高速 荷花龙收费站将其拦下 总共多少个大人 42个大人 几个小孩 四个小孩 四个小孩 这就46个人了 包括你们驾驶员吗 连驾驶员48个 连驾驶员48个 其中四个小孩 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四个明天的小孩 随后 交警对车辆私情人员轻点 不想 这辆合载44人的大型卧铺车 居然摔下50人 今天是小孩 除了 就不让它 带走 这个 母运期间 客车 这个事 谁都带不起这个责任 也会在 赏 这 今天会让个小孩吵架 你知道吗 都在这 严查 你何必呢 随后 民警对该驾驶员 处以罚款400元 驾驶证及6分 并积极协助驾驶员进行转客 好 下面来关注夜航苏帝 8月20号 景岗山市与中航工业昌飞集团 共同亲属通航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依托各自优势 约定合作开展景岗山直升机 空中游览等通航业务 并以空中游览为牵引 逐步开发医疗救护 应急救援 防火护林 航拍等通航业务 乐安农民曾树梁 最近研发出了遥控耕整机 农户不用下田 手握遥控器 像满遥控玩具一样 就能够控制耕整机 把田翻更好 曾树梁研发的这种遥控耕整机 目前已经通过了 省农业机械鉴定站的鉴定 作为农机新产品进行推广 据介绍 耕整机加装遥控功能的成本 大约1000元左右 昨天下午第四届 沈阳法库国际飞行大会 继2015中国沈阳国际航空博览会开幕 来自15个国家的20款世界知名机型 参加了飞行表演 澳大利亚的野马三机特级飞行 南非五星四机特级飞行 辽宁通飞小鹰500四机编队飞行 先后完成了空中飞行表演 让现场观众大爆眼福 过宫博物院昨天傍晚发布公告 根据工作安排和需要 故宫博物院8月22号到9月3号暂停 对社会开放 好来看国际趣闻 今年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对老夫妇 结婚60周年的日子 60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一个奇特的传统 吃一口当年婚礼上留下来的蛋糕 原来这对老夫妇将当年结婚时的蛋糕保存了下来 用罐头储存在冰箱里 每个婚礼的纪念日时都会吃上一口 到现在为止整整吃了60年 这对老夫妇透露 他们在蛋糕上加上了白蓝地来保湿 虽然连他们的孩子都感到很惊讶 但他们对这项传统乐在其中 并且从来因此而生病 日前一名瑞士的登山达人仅用了不到8个小时 就翻阅了5座海拔4000米的高峰 成功打破了此前由自己保持的记录 瑞士登山达人安德烈亚斯·施泰因德尔 日前从瑞士的策马特市出发 途中连续跨越阿尔普湖贝尔峰 泰师峰 多姆峰等5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峰 最终抵达了旅游圣地萨斯费 全程距离超过30公里 最终安德烈亚斯仅用了7小时45分钟 便完成了普通登山爱好者 两天才能跨越的距离 同时也打破了 由他在2013年创下的9小时03分钟的记录 据了解 安德烈亚斯有着优良的登山基因 父亲是一名山地向导 母亲则是一名业余登山运动员 好来关注明日天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感谢收看新闻夜航 明天见